大家好,歡迎來到家和 家和是加拿大的註冊慈善組織 是安省唯一一個為華人而設的家庭服務中心 Hello,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加拿大永久居民和公民的分別 在香港,我們只是分了做永久居民和非永久居民 但是在加拿大這裡,我們有臨時居民 接著就是永久居民 再進一步就是公民citizen 加拿大永久居民,英文是permanent resident 簡稱是PR 做了PR之後,也不代表會直接成為公民citizen 假設你現在的身份是學生簽證或者工作簽證 而你的下一步就是要申請成為加拿大的永久居民 當你成為了永久居民PR之後 你仍然都要符合一些資格 在加拿大有足夠的居住時數 你才可以再進一步申請成為公民 基本上無論是永久居民或者公民 都可以在加拿大任何地方讀書、定居或者工作 亦都可以享受同等福利 例如醫療保險或者福利金等等 同樣都是需要去報稅和遵守法律 而兩者其中一個分別就是 只是永久居民才會有封業卡 去讓你出入境用的 而這張封業卡是會有有效期的 如果你從來都沒有離開過加拿大的話 就算你把封業卡過了期 也不代表你會沒有了永久居民的身份 作為永久居民 你可以自由出入境去旅行 但是必須要確保五年內 你要在加拿大住滿至少兩年 你才可以繼續逐封業卡 以及去保留你永久居民的身份 因為在這個時候 你仍然是未有加拿大的國籍 所以如果你要出境去旅行的話 你還是拿著原居地的護照 以及記得記得一定要帶你一張封業卡 你才可以回到加拿大的境內 至於公民、citizen才會有加拿大的國籍 才可以擁有加拿大的護照 做了公民之後 封業卡就不再適用了 也不會再有封業卡 你也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去維繫你的國籍 以及只是公民才有投票和競選的權利 如果你和你的另一半 隨便一個是有公民的身份 你的子女無論在哪個地方出生 都可以成為公民 但是如果你或者你的另一半 沒有一個是有公民的身份 你們可能只是臨時居民的身份 又或者是PR 永久居民的身份的話 那你們的子女 必須要在加拿大出生 才會自動成為公民 我想和大家說一下 我們怎樣可以入籍成為加拿大的公民 究竟要有什麼條件呢 首先你申請的時候 必須已經是PR 有永久居民的身份 第二 你需要在過去五年裡 最少累積轉滿 在加拿大轉滿三年 或者以上 即是至少1095日 假設你今天申請 而今天是2021年12月1日 那過去五年 即是由2016年12月1日開始去計算 那怎樣為之 累積轉滿三年呢 如果你過往已經是有永久居民PR的身份 那你在加拿大的每一天 就當一天去計算 但是如果你在過去五年裡 有其他臨時居民的身份 例如是訪客 工作簽證 或者是讀書簽證 那你在加拿大的每一天 只是當半天計算 而這個身份 最多是計算一年的 所以要有至少兩年或者以上 你已經要成為PR 又永久居民的身份 如果大家都很想計算 自己在加拿大的 累積居住時數的話 可以上到延民局 他們官方網站上面 有一個叫做 Physical Persons Calculator 可以給大家計算時間 第三個條件就是 你要在加拿大 一直都有報稅 第四個條件就是 如果你是介乎18至54歲 你是需要通過一個 語言能力測試 要達到CLB4或者以上的水平 如果你是考IELTS的話 必須要是IELTS的General Test Listening要達到4.5分 Speaking要達到4分 或者以上才會通過 以下有幾種人 可以豁免語言能力測試 第一種人就是 如果你證明到 你曾經是用英文 或者去法文 去完成你高中 或者以上的學歷 第二種人就是 如果你申請PR的時候 你曾經已經遞交過 語言能力測試的成績 第三種人就是 如果你曾經在加拿大 已經上過ESL 或者LINK的 語言培訓課程 亦都達到CLB4 或者以上的水平 就可以豁免語言能力測試 而最後一種人就是 如果你申請的時候 已經是55歲 或者以上的話 都可以豁免 不用再考語言能力試 當你遞交了 入籍申請表的時候 18至54歲的申請者 仍然是要通過入籍試的 去證明你對加拿大有一定的認識 這個入籍試就是 30分鐘你要答20條的 Multiple choice選擇題 考試內容就包括了 歷史、地理、經濟、政府、法律 和加拿大標誌 你需要答對15條或者以上 才可以通過考核的 如果你第一次失敗 不要緊 你還有第二次的補效機會 如果你第二次都失敗 你就要排期去約見 入籍官去用英文面談 如果三次你都失敗 不好意思 你的申請很大可能就會被取消 你有需要 由頭再申請過 所以如果大家都想一take pass 記得要好好溫習 官方網站其實有一本叫做 Discover Canada 可以給大家下載 還有訂閱 寄一本實體的書 去到你家裡找集 也是免費的 我們家和定期也有舉辦入籍班 去和大家一起準備入籍試 當你通過了入籍考試之後 你就會等候通知去安排參加入籍宣誓典禮 過往入籍試或者是入籍宣誓典禮 都是需要in person親身去參加的 但是因為疫情的期間 所以暫時就改為在網上進行 但是必須都要確保本人仍然在加拿大 才可以參與線上的活動 那在入籍宣誓儀式裡面 你就會在法官的帶領下宣讀誓詞 去簽入籍宣誓旨 唱加拿大國歌 典禮結束之後 你就正式成為加拿大的公民了 你會收到公民證書 亦都可以申請加拿大的護照 擁有加拿大的國籍 和成為公民的第一年 你還可以免費進入國家公園 和參觀博物館 希望以上的資訊 可以幫到大家更加了解 如何入籍成為加拿大的公民 從而來 任何換到我 可以找到公民證書 就可以找到公民證書 好馬虎 我可以找到公民證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